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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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多謝各位朋友 在一個行出席 我們這個氣候變化持份者的參與論壇 或者在再一個總結之前 我也想說說剛才兩個小時的感受 因為本來我就不會坐足兩個小時 我有幾宗危機在處理 其中一宗就是和剛才大家很有反應 說我拿到立法會撥款 今天要拿到立法會撥款是一大挑戰 大家都知道本屆立法會 到今個星期五的午夜就結束了 是終止 因為今年是選舉年 所以並不存在可以繼續進行立法會議事的工作 除了從明天開始會非常刺激 有醫生註冊修訂條例組案 其實今天是進行一件很重要的事 今天就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 我們安排了八小時 每節兩小時的四節會議 希望能夠盡最後的努力爭取有些項目的撥款 一共編排了十一個項目 已經將一些稍為有生意性抽起了 譬如有些田海計劃 新的田海計劃都不敢去 抽起了 但完成了四小時的會議的時候 他們只是批了一個項目 只是批了一個項目 我剛才有個危機處理 泛民議員又迫我了 你調動議程 你想再多過兩個 你就調 拿走那些我不喜歡那些 這就是我們今天政府面對的困局 但為了要讓多兩三個項目 能夠可以上馬 其中一個和大家 在座一些工程師 建築師都很關的 就是行政長官公佈了 拿好至兩億元出來 幫助香港的專業的朋友 無論在內地 海外 或者以後一帶一路的國家 推廣我們的專業服務 為了令到這些項目 可以見到天日 我也是被迫 今天又作了一個決定 調動議程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困難 我本來只是要走出去 然後再走進來 但我都決定坐了兩個小時在這裏 發覺非常之有收穫 最大的收穫 其實Christine剛才說了 被我敢做到 我們真的正在做事 因為開始我也有時疑話 被人罵得多 你們有沒有工作的 昨天我和兩個局長 兩個處長 還有很多副處長 就在立法會坐了三個小時 坐了三個小時 就說我們多不濟 我們是說公屋食水陷員 這件事件 說我們對不起香港人 我們應該引以為恥 應該感到羞恥 這兩個小時對我來說 是一個提振劑 This is a confidence booster or morale booster 當我們政府有關的部門 是很認真 是一個清晰明確的政策的方向 我們真的可以做到很多事 我剛才十二個個案 不僅是非常之有意思 也很有趣味性 原來這個和這個 可以有一個 synergy 可以做出一些對社會 非常之有貢獻的工作 今天看來可能規模比較小 所以好像Cecilia說 是可以scale up的 政府一定在資源政策方面 能夠幫助這些工作的scale up 第二個的感覺 也是近日我們在特區政府裏面有說的 其實這屆政府這四年來 我們真的做了不少事 但是我們欠缺一件事 就是沒有廣而告知 就是沒有將我們做了的事 跟市民說 或者我們說 傳媒都不會報導 但是當傳媒不報導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方法去講 今天其實我剛才告訴Kes 沒有什麼理由 剛才那節不開放給傳媒 十二個個案 起碼讓他們聽一下 他報不報導 是另一件事 但是希望聽一下都激發他 或者會找十二個個案裏面 其中的朋友做一些專訪 讓社會大眾都可以知道 其實在應對氣候變化 不是一些只是很宏偉 很高水平的事 在日常的生活裏面 透過這些活生生的例子 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在這裏我買個廣告 由明天下午 是不是六點半 六點半開始 以後每逢星期三 晚上一連八個星期 就講特區政府的扶貧安勞 再有一個工作 包括由我和張燕忠局長 和扶貧委員會的委員 主持這些電台的節目 和大家介紹 香港特區政府這一屆 在扶貧安勞座藥方面的工作 所以時間過得很快 兩個多小時現在到尾聲了 再次多謝大家積極參與 今天我們有這麼多人可以在這裏聚首一堂 我們大家都認識到氣候變化 對於我們構成的威脅是嚴重的 是迫切的 而且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所以如果我們不妥善應對這個大挑戰 我們這一代 以至特別下一代 將要面對一個不可逆轉的巨大風險 因此我們需要大膽的創新思維 以及迅速而互相協調的具體行動 來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 在剛才的討論 我在這裏作幾點的回應 正如KS所說 大家應該是以一個地球 One Planet Living 這個生活態度 用最少的自然資源 維持合理的生活水準 我們會以可持續發展 即大家都以熟能牆的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原則 去制定香港的發展方向 加強節能減排的工作 務求令到香港在發展的同時 亦都可以在環境保育和改善生活 市民的生活質素方面取得一個平衡 綜合了我擔任發展局局長的五年期間的經驗 以及在本屆政府配合減排方面的施政重點 我想簡單講講三方面的工作 即促進智能城市的發展 Smart City Development 推廣環保的運輸和推動綠色建築 在智能城市發展方面 九龍東是我們的一個試點 這個項目提倡以智能的資訊 低碳綠色社區和異行的原則 令九龍東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商業區 九龍東展示了一個以全面綜合 強調聯繫以人為本 和地方營造 即是Placemaking的發展方式 對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有巨大的潛力 我認為我們應該在未來古洞、粉嶺北 和洪水橋的新界北新發展區 同樣採用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式 但我們亦不應該忽略在市區重建方面 都有提升可持續發展的潛能 有些近似剛才John說的 在新建的建築可以做 在舊有的建築的裝修改善也可以做 交通運輸佔了我們溫室 氣體排放總率17% 從環保和經濟角度 我們的政策應該是以鐵路為客運系統的骨幹 為了進一步擴展香港的運輸系統 鐵路發展策略2014 建議在2031年前 在目前仍然興建的四條鐵路線之外 再推行七個新的鐵路項目 等到這些項目完成之後 我們的鐵路系統就會佔公共交通的載客量 預計由現在的40% 提升到2031年的45%至50% 覆蓋香港75%人口的居住地區 與此同時政府會繼續協調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在滿足乘客交通需求的同時 也要避免資源錯配 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在2013年起 我們推行的巴士路線調整 以提高網絡效率 緩解交通濟塞和減少路邊空氣的污染 截至2015年底 一共有30條巴士路線被取消 或者與其他的路線合併 另外有大約250條路線 已經被縮短或者減少班次 但這個理順巴士路線的工作 是非常困難 那個反對的聲音是很大 所以希望將來大家在不同的位置 都能夠支持運防局和運輸處在這方面的努力 我們亦加大力度推廣在香港使用 沒有尾氣排放的電動車 來改善路邊的空氣質素 為此政府一直都是致力引入更加多的電動車的型號 來到本地的市場 加建充電設施 提供利得稅、扣稅優惠 以及提出3億元的綠色運輸試驗基金 資助適用的公共運輸業界 和貨車的綠色創新技術 我們亦撥款1億8千萬元 資助專營巴士公司扣置電容和電池電動巴士 作一個試驗行駛 在香港的建築物消耗大約90%的電力能源 建築物的能源消耗佔香港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大約六成 為了提高建築物的能源效益表現 我們規定新建的建築物和進行重大翻新的建築物 需要符合最低的能源效益標準 而酒店和商業樓宇需要遵守法定的標準 符合建築物結構隔熱的要求 從而節省空調的耗電量 我們亦要求商業樓宇業主每10年進行強制性能源審計 並公佈審計的結果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基本的要求 所以剛才很高興聽到Conrad說 他們在六建方面的成績 當然政府是要起個帶頭作用的 所以我們已經為8000座政府大樓設定具體的節電目標 還要求所有新建的政府大樓至少獲得 由香港綠色建築議會頒發的六建橫平 就是BeamPlus的第二個最高級別 同時我們亦鼓勵私人樓宇提升環保的表現 包括推出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 將符合這些規定列作環保和完善生活設施 作為獲得總流面面積寬面的先決條件 除此之外 為了應對越來越極端的天氣情況 我們提升排水系統處理能力 改善海濱構造物的設計 設立極端天氣監察和公共安全警報系統等 剛才大澳的例子就是順著這幾方面做的了 希望能夠減低極端天氣引致的風險 我們亦積極向學生推動在學校課程中的環保教育 特別在氣候變化方面 鼓勵學校參與和舉辦氣候變化和綠色生活的學習活動 讓學生達至知行合一 正如巴黎協定指出要應對氣候變化 我們需要社會各界機構 而至每個市民積極支持和參與 今日的論壇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參與 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希望氣候變化信息能夠深入各個社區 我們會加強宣傳和教育工作 鼓勵社會各界攜手應對氣候變化 展望將來香港已經定下了目標 在2020年將香港碳強度 由2005年水平減少50%至60% 在多方面的努力之下 我們現在正穩步邁向達至2020年的減碳目標 由我擔任主席的氣候變化都道委員會 會統籌和協調相關政府部門的工作 我在此再次感謝今天所有參加者出席這個論壇 提出你們的寶貴意見 由於今天論壇的時間有限 我相信很多參加的朋友都未能夠 暢所欲言表達你的意見 歡迎大家在會後 香港如何應對氣候變化 向環境局提交你們的想法和意見 多謝大家